大家好,我是Fox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面对面跟大家录制视频 那么有些不成熟的地方还请大家海寒 首先我要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在录制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的粉丝已经突破4000个了 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肯定是没有动力做这么多视频的 谢谢 那么言归正传 我先承认这个视频的标题 它是有点标题胆的 但我在这里 我是真心想点赞大江Mavic Air 在我们这次北极之行中的出色的表现 首先我要示明这绝背广告视频 其实小想也知道 大江肯定也不会投一个只有几千粉丝的信号 通过这个视频我想表达三点 首先有一点 我相信很多人他对自己的器材 肯定会抱有一些感情 如果他的表现特别出色 我想你们也会想通过一些渠道 来表达对他的赞赏之情 那么反之 肯定你们也会想吐槽一些 自己表现特别不好的器材 那么我这次要吐槽的就是米家小相机 他的车外工作只要一两分钟就会彻底把控 基本上没法用 但这次我们用来作为航拍主力的 大江Mavic Air无人机 他几次濒临炸击都得以挽救回来 堪称小强般的生命力 要知道这次航拍作业的地点 是北极地区 或者是东际的北极地区 低温 大风 这些都是无人机的杀手 只要能不炸击 我相信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那么在我之前发布的北极之旅 Vlog里面呢 有这么一条弹幕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在这里呢 我只能对发这条弹幕的老本 说说抱歉 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了 第二 我想和大家分享这几次 冰临炸击的情况 可以说都是竞选完本 那么通过这些冰临炸击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款无人机的性能 那么如果日后您也在使用这款无人机的话呢 我相信您可以通过这些经验 也避免这些险情的发生 最后呢 我当然也要谈谈这款无人机的缺点和不足 我希望大家在下一台Mavic Air中 可以做出哪些改进 如果您也要购买这款无人机的话 那么您要看这些缺点 是否是您所关注的 那么您是否需要一款性能更好的无人机 那么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的Mavic Air 大家的Mavic Air呢 是2018年初发布的一款 口袋级别大小的无人机 它说目前大家的无人机阵营中 具备三轴稳定云台 和4K视频拍摄中最小的无人机 在无干扰的环境下 它可以进行4公里的720T实施突转 最高飞行时速为64公里每小时 单次续航时间为21分钟 那么根据我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呢 它的实际飞行时间 大概是17到18分钟 如果再遇到极低的极寒贴近了 那么还要缩水2到3分钟左右 传感器尺寸是非常常见的 它还具备很多的各种智慧拍摄功能 比如小猩猩啊 会心功能 它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还具备前后臂章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是当时大将最旗舰级的 折叠无人机 Mavic Pro都没有的 但其实呢 当我刚刚拿到这台无人机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特别小 像个玩具一样 那么肯定会心生质疑 这样一款无人机 它是我真的具备航拍打扁的能力 不过相信看过我北极之旅Vlog的朋友们呢 大概还是会对这款无人机的拍摄性能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尽管它的画质 当然不能和大将的Woo 这一类专战级无人机相比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 它基本具备了航拍视觉大变的能力 实际上 它所搭载的这台云台相机呢 和相同传感器尺寸的大将其他无人机 如精灵4 Mavic Pro呢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看 我这台Mavic Air 在北极之行中四次濒临炸击的情况 都非常有意思 正好都录了下来 这第一次快炸击的情况呢 就是在挪威的林根祥湾旁边 我们当时把车呢 停在了停车区 停好之后呢 我们就让无人机选定我们的车辆 开始跟踪我们的车辆进行拍摄 然后呢 就在我们车辆往前行驶的过程中呢 大家可以看看 没错 前面就是有根电线杆 当时我们都没有留意到这根电线杆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一下 可能大家没有再看清楚啊 那么我再回头放一下给大家看 好 我现在把速度调慢 你们再仔细看一下 还没有看清楚的话 那么我就把这个画面暂停 可以看到 这根电线以无人机的距离 可能只有几公分的距离 当时的时速大概是40公里每小时 那么对这么小一台无人机 如果以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撞上这么一根电线 我相信 它肯定会掉下来的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但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拍摄前后都没有发现 那么是最后在看视频的时候 看回放的时候才发现 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 这一次呢 是我们在准备前往北角的时候 在一段雪地上面进行了一段跟踪航拍的画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我们就把飞机飞得比较高 这个高度呢 肯定是不会碰到任何电线杆或者树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还是发生了一次险情 那就是我们在开着开着的时候啊 飞机突然没了信号 没了信号之后呢 它就再也连接不上了 那么理论上这种情况呢 大疆就会自动返航 就会飞回到原来的那个 就是起飞时候 它刷新的那个地点 实际上也没错 它确实飞回去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无法再连接上这个飞机 即使我们走到那飞机的 飞机的下方 它还是没有连接上 那么我们就只好等它 一直把所有的电都耗完 它再降落到地上 说明呢 大疆的这个自动返航 和自动降落功能呢 还是比较可靠的 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自动返航功能呢 我们在北角的时候 又再一次让无人机遇险了 我们接着看吧 那么关注过我北极之行 Vlog第三集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这一幕 这就是在北角航拍时 差点炸击的画面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我起飞的时候比较着急 因为在寒冷环境下 无人机电池续航能力下降 我就赶紧飞到北冰洋上进行航拍 但是无人机搜索GPS信号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无人机第一次搜索到 GPS信号时是在海面上 于是无人机就把海面上的桌标点 当初是返航点了 我开始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继续飞 结果飞着飞着 起飞时还有40%的电量的 作为遥控器监视器的 苹果iPhone 7 Plus 没电罢工了 手机没电 那意味着无法查看飞机位置 和所有的飞行信息 那么理论上 无人机会自动返航 事实上呢 确实自动返航了 但返航点 确实在北冰洋上 大江就这么往北冰洋里 徐徐降落 我当时心想要完蛋了 这下肯定炸机了 当时心想的就是 记忆卡里面还有好多骗子啊 心里好心疼啊 后来我动了一下遥控器的摇杆 发现即使手机没电 拨动摇杆还是能让飞机有反应 于是我就在没有监视器的情况下 艰难的把还在很远的地方 还在海面上的无人机给遥控回来了 真的是非常惊喜 如果当时反应慢一点 可能就真掉海里去了 那么这个经验呢 也告诉我们 无人机遥控器 如果遇到手机适令的情况下 其实遥控器还可以继续操控飞机 这个时候你还有一线升机 还可能救得回这架飞机的 那么这里呢 是我们在一个小湾附近的停车区 准备拍摄360度 跟踪环绕画面 拍摄我俩行走的画面 后来我发现无人机自己停了下来 当时我以为只是跟踪跟丢了我们而已 但后来回头看录像时才发现 原来是无人机在飞行的时候撞到了一根树枝了 好在当时的速度不是很快 Mavic Air机体结构强度也有保证 所以这么撞一下呢 没有任何损伤 也没有说掉下来什么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也可以说明Mavic Air的可靠性还是挺不错的 最后我当然也得说说Mavic Air的缺点 以免我真的像个拖延 首先是飞行性能 跟第一代Mavic和第二代相比 它的飞行性能可以说都是差了一截的 更不要说跟精灵4这样的机型相比 无风环境下还好 但是在挪威的北极地区 它的风又特别大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它的云台相机很难保持稳定 画面经常会出现晃动的情况 看过我北极之前Vlog第三届的朋友 应该还有印象 正是因为Mavic Air的飞行性能不足 抗风性能不足 那么我们就没有帮到那个意大利小哥 拍一段横拍画面 尽管和Mavic Air相比 它的急速看起来差别好像不是很大 急速是60多公里每小时 和Mavic Air的70多公里相比 好像差不了太多 但实际上 它如果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时速 它的机身会倾斜 就不能保持平衡 那么它的画面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最大的软肋 是凸穿信号 Mavic Air采用的是WiFi凸穿信号 而不是大疆自家的LiBridge凸穿信号 虽然用WiFi信号能达到4公里的凸穿 是很厉害 但是呢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在干扰强烈的情况下 甚至只要几百米 它就可以丢失画面 而且和LiBridge技术的丢失画面是不一样的 WiFi画面一旦丢失 就会彻底黑屏 而且需要很久才能重新找到画面 而采用LiBridge技术的无人机 即使信号不好的情况下 它最多也只会出现卡顿和花屏 而不会说彻底丢失信号 而变成黑屏 如果下一代Mavic Air 它可以使用LiBridge技术的话 那我相信它会完美很多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大家还可以收藏点赞投币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